大家好 我叫孟达 来自辽宁 今年27岁 在北京工作 孟达 欢迎你 他就是把告别的仪式提前了 你当一提完 几个就走了 提醒后边的 刚出来不要 就不吉利 我就是受朋友之托 孟达 是吧 前面那哥们选心动女生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发现 跟平常有点不一样 他做了两个表情 他冲这边来了个鸡眼睛 然后又冲这边 我当时想 这是冲谁啊 而且我再提供一个细节 他一开始翻 翻 翻 翻到某一个女嘉宾了 我说是这个 他不要 他就在旁边摁了个随缘 随缘就哗 就开始转 啪 一停下来 还是这个 巧了 还是这个女孩 可以 想知道最后随缘给他随了谁吗 好 陈大平 获奖感言要说吗 就是他怎么能随缘呢 我这么好 他一开始放到你的手 我说是不是他 对啊 他都不要我 你不也不要他吗 对 我不要他 好 不管了 不管了 来来来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24号 对她的印象 还挺帅的 你说女嘉宾 你说什么 还挺帅的 还用再大声点吗 想多听两遍 我理解 理解 孟老师 人是真的吗 你问他 哎呦 初次见面都要说点可惜话的 对啊 7号 对她的印象 男嘉宾 你好 我跟那个石家是一样的 对你的感觉 觉得你挺好的 谢谢 我今天感觉好像是做梦 就是活20多年 没有人对我 你能懂的 哎 你不至于那么惨吧 活20多年没被人夸过呀 啊 一会儿微信啊 会有 好 来看第一条片子 有人说是麦克尔杰克森 有人说是大鹏 我说大哥 看啥那个辐射 来个态势呗 其实我是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的孟达 孟达 现在的我呢 就职于国内第一家清油学公司 平时也就是提供机会给顾客 去印尼支持教啊 去斯里兰卡 保护保护小海贵啊 别看我现在上得了舞台 下得了厨房 其实我以前是一个很内向的人 有一颗玻璃心 从小啊 我妈跟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儿子啊 你跟别人不一样 身高一米六五 长得不咋地 就便下处里折腾了 就在我心里啊 留下了好几亩地的烟影啊 直到有一天 我被破养的女一号 我感觉我的天性 诚实解放 成为一个外向的人 boy 足球对于我来说是一种信仰 你们懂吗 什么是信仰 我追尤文图师 追了16年 我买了10个小时的战兵 到机场去接机 然后在酒店的电梯门口等了整整8天 最后终于要到了全体球员的前面 哈哈哈哈 对啊 为了追星 我还自学了英语和伊拉利 还发现我在语言方面也是天赋异地 我还可以模仿不同国家的人 说英国类似的口音 我就是什么多彩多艺 女嘉宾们 你们想听听吧 这实在诚实才艺挺多的 同一 好 我挑他还挑对了 你看 来 你说 我说他帅不是假的 就是发自肺腑的 你得谢谢我 对啊 这么多人我就挑他 必须谢谢你 我就看上 我就觉得他可能喜欢你 是吗 说完我都不信你 刚刚 刚刚看片子的时候 那个男嘉宾的妈妈 对他的教育 总是说你看那个 你1米65啊 你不好啊 我看男嘉宾也没1米65啊 你到底是夸他还是有 你是在夸人吗 你这个 是高于1米65 我都哪儿 我都够真了 我真的1米65 我真的1米65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 我1米65今天没电正高点 真的 我1米9嘛 你猜嘛 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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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妈是好意 我妈就是想 不想让我被伤害嘛 因为我也之前也说过 就没有女生跟我说 孟老师长得帅 我觉得今天就像梦一样 你知道吗 所有的妈的都这样 到现在我妈 假如她的那些小伙伴们 咱们老孟的的人举手了 还在那跟我说 原来《非诚勿扰》好看不好看的 我妈说她在主持节目 我根本听不清她在说什么 我似乎我妈还这样子 孟爷 咱们老孟的有人举手了 我们再撂点别的好不好 朱丹妮 女嘉宾你好 他们的VCR里面说 你会模仿多国的语言是吧 对 是 那现场跟我们模仿个 两个国家大家 我看现场应该有 日本的女嘉宾是吧 14号 首先我要说一下那个 no offense 就是没有任何的恶意 我只是简单的模仿一下 咱们就说一个日本人说这个 印度人英语不好吧 还是这个样子 嗨 I'm a Honda I think 印定 accent is barely barely hard Do unda su 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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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号佐藤 日本人说英语都这样吗 No 你说一个我不听不听 Japan accent is not like that But your English is very good I think 我跟你说 他是全日本人说英语最好的 我在日本这样听到说的 还不如你刚才那个呢 你再说一个国家的 跳一个 印度人和日本人经常互相攻击对方的语言 印度人他们被嘲笑了之后 他们很开心 他总是这种感觉 他把你头上带了点东西 然后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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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think Japanese Japan accent is very very hard to understand 然后这还没完 然后印度人就开始 I can call you oh yeah 然后他们就开始跳舞 你接着往下唱 我爱听这一口 你接着往下来 我想起小时候看的电影了 来 接着唱 我们台上现在没有印度的 要有就是他可以走算了 门歌善舞 你跳那个Michael Jackson那个 跳得特别好 一会儿来一段 他一会儿来一段 谌歌善舞 为神明的嗨 Б跟他唱挑战 bang 这就是你 要喔 flood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三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大一的小学妹 她在路上总会多看我机眼 还主动找我要电话号码给我送礼 可是因为我被拒绝的太多 根本不敢有非分之想 直到她主动跟我表白 我终于恋爱了 成为人生赢家 再也没有什么遗憾了 结果第二天我就挂科了 后来我就一直挂科 我当时觉得谈恋爱就得结婚 所以比较完美主义 每天都联系 还不允许女朋友和其他人聊天 慢慢地我们产生了摩擦 分手 现在我和钱女友的关系 就是躺在彼此的微信列表里 我已经过了对爱疯狂的年纪 只想找一个知性 温柔的女生 和我互补 我听说上大学的时候要谈恋爱 但是像她这样 就是为了谈恋爱就上大学的 也不多啊 肯定上高中的时候 父母严厉不许谈恋爱 我妈从来都不管我谈恋爱这个事情 高中之前我比较内向 标准的屌丝 所以说不会有人喜欢我 我妈说你可以去谈 我妈说你谈不到啊 一听就是谈 心开落脑的样子 对 她妈主要就是负责给她的儿子 16号 男嘉宾 你好 我是一个很活在当下的人 然后我不知道你这个阶段 还是会奔着结婚的目的去谈恋爱吗 我觉得这句话好 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 都是耍流氓 对吧 所以你会觉得我这种女生 是在耍流氓吗 如果跟你谈恋爱的话 那我想问一下 在场所有这种 男观众 有女生想和你耍流氓 你们会拒绝吗 所以你根本不用担心呢 我给你鉴定一下 你不是流氓 完毕 好的嘞 谢谢孟爷爷 18号 刚才聊到就是大学的 这个话题的时候 我突然就是发现 就是那个24号女嘉宾 她有点面熟 好像是我们是一个大学的 对 是吗 对 是我学姐 我们台上前两年还来过两个失散了很多年的姐妹在这碰着了 没有吧 我想说一句就是不仅你看她面熟 就是我从你也比较面熟 我觉得我们 你是我一个朋友的好友 就是在微信里我看见过你 你是在那个 是在北京工商大学做烘焙是吧 是不是 我那个朋友现在在现场了 他叫令长龙 在哪 我不知道叫令长龙 来来来 你认不认识那个18号 我认识他 这个也是刚才我在后台刚刚得到的这个消息 然后你就在你这个哥们的朋友圈里观察一下 你哥们都认识哪些女孩 哪些姑娘 你就是想去蹭人家姑娘的是吧 没有没有没有 我还有一个朋友 我还有一个朋友叫王思虫在那的 赵小龙 你再说一遍 啊 再说清楚点 王思虫 就是他和那个王思虫 除了不是一个爸之外 其他那个都比较 来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如雷冠儿的名字 他有没有带他的女朋友来 他 他没有女朋友 你看 都叫那个一个名字 差距咋那么大呢 好 我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大家好 我叫周欣欣 今天男嘉宾叫吴孟达 不对 他叫孟达 他是一个蛮重感情的人的 尤其是对于他的前老板和前女友 说一个他的优点 他是一个脸皮比较厚的人 毕竟他是个靠脸吃饭的人嘛 孟达呢还是一个很上进的小伙子 工作很积极努力 男女关系比较单纯的这么一个男同事 孟达应该是我最扣门的朋友了 打车呢从来不坐前面 从来不请客 加班完了 就一定会是朋友家睡沙发 22号还有问题吗 我没有什么问题 好 恭喜您 进入到了男生权利 有请24号 那尾巴可沉 这是提前告别 九尾狐 他走路我特别担心 那个尾巴沉 他别把裙子给蹬掉下来 惊心动魄的 有请22号 我跟你们说男嘉宾的心动女生 特别有意思 看大饼 18号 女生 对 这个黄磊应该猜到了吧 对 你选18号 是因为这些女嘉宾里 你就是对她有印象 稍微熟悉一点 还是说你确实很喜欢她 而且我觉得有些事情 其实就是 就是随缘吧咱们说 你说这个话 就考虑到24号的感觉 我们九尾狐在那边 你这个随缘他很伤心的 他是爆灯的 好 来 看大饼 我想了解一下兴趣爱好 24号喜欢摄影跑步cosplay 18号喜欢跳舞弹古增画画 喜欢写作 喜欢看创业方面的书 22号喜欢跳舞游泳唱歌 户外运动 最不喜欢球类 最后一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就是 女嘉宾你们能不能支持我 球迷这个身份 然后支持我的兴趣爱好 要我是女孩 我会这么问 她会花掉你业余时间的 百分之多少 你的积蓄的百分之多少 你主要是想问 积蓄的百分之多少吧 他不能想积蓄 主要是业余时间 可能每周的话 有一天晚上就是 夜里看比赛 看球 就是晚上 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就一次吧 好好好 来 22号 刚才我那个兴趣爱好说 我最讨厌的就是球类运动 球类运动最讨厌的就是足球 这俩人针尖对卖嘛 他这一辈子就是为了这个足球队活着 他说我最讨厌的就是球类 球类里边以足球为主 你不要再往下说 我最讨厌尤文图斯 你可想不要说 那得罪一大帮人 其实我想说之前女朋友就是问我一个问题 当时我觉得我特别幼稚 他问我问题是 我和尤文图斯谁重要 我说你跟尤文图斯比都不要比 这个东西我喜欢了十多年 然后我们才认识多长时间 我现在就是觉得 活该单身 你也挺幼稚的 这也是不会聊天的 你算什么东西 你凭什么跟尤文图斯比 别使去吧你 你说这不好比不就完了吗 这两类是不是 18号 我从来都不看球 然后也不喜欢球 然后但是呢 如果是我喜欢的人的话呢 我会支持他的情绪爱好 好 谢谢 石家 我突然想问男嘉宾一个问题 就是你妈妈和尤文图斯同事 掉水里了你 尤文图斯是11个人 帮击11个人掉水里了 对 11个都是这种人 应该都得自己上 举一个例子 如果说现在你突然生病了 然后在医院了 然后突然有一场 尤文图斯的欧冠决赛 我可能我还是会 很重视这个欧冠决赛 我可能还是会在之后 了解信息 但我一定会马不停地 分别到飞奔到医院 然后去看望你 就是女朋友躺在那儿 奄奄一息的 她拿着手机在那儿看比赛 你坚持一会儿 不是 她这 哇 这球了 人没了 你行 你行啊 不是这个 就是这件事 这件事解决之后 我可能会 我觉得这个 最后给施加一点时间 就其实 男嘉宾是一个口弦体正值的人 就是嘴上说不要 但是身体很诚实的那种 然后就是看微笑 但是男嘉宾你了解到 也是需要姑娘一些勇气 然后来倒追她 也希望男嘉宾看到我的真诚 谢谢 说得特别好 谢谢 谢谢 咦 在这一环节 刚才出了第一句话 我觉得真的 我们听到说的这么不多 又都在点上的话 来 理事最后的决定了 坚持选择心动女生 有可能被拒绝 你一个人回去 另外两个女生 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位 想清楚 告诉我们你的决定是 坚持选择心动女生 两位女生请回 来 最后一点时间 争取一下 之前能在朋友的朋友圈里 看到你 当时真的是没有任何的想法 但是今天来到台上之后 我觉得很难得有这种机会 咱们两个人都在北京工作 然后两个人一起来到南京 希望能够考虑一下这种缘分 接受我 来 好 你的决定是 非常感谢 但是 对不起 你可能不太是我喜欢的类型 没关系 没关系 好 来来来来 我最后好奇一个问题 你坚持选择18号 有多少因素 因素是因为 我确实就是喜欢她这一款 有多少因素 是因为你朋友的因素 朋友这个方面就是一个机缘 然后80%是因为我喜欢她 你朋友给你介绍过她是吧 你两个 来来来 话筒给她 我真的不夸张女孩或怎么样 她真的是我朋友圈中 唯一一个经常提到的女孩 你是不是喜欢的呀 当时她有男朋友 两个人 你俩谁跟她更合适 这个问题也是我想问的 这个兄弟之奇不可奇 什么乱七八糟的 人家都把她拒绝了 还兄弟这 我觉得要是你妈妈看了 肯定会说 你是进入权力反转之后 被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 你又不是那么的高富帅 你就 你就别坚持了 这会黄老师在扮演你妈 对 可能24号 挺好的 24号说的这个话非常的真诚 我真的什么都听我妈的话 我也不会来北京 我可能在一个 就我们家是辽宁海城 它是一个县级市 我可能就在这个县级市 待一辈子的 好吧 祝你幸福吧 谢谢你 再见 其实我想对坐在电机前呢 我的亲们好好说 虽然说你们没有对我 高多大期望 但是我其实证明了 我孟达在外面还是可以的 所以你们不要担心我 我在这边很好 他上场的时候真的不敢相信我 我就以为是女嘉宾 调戏调戏我的感觉 我的心动女生选18号 第一反而就是 这个人我认识 很惊艳 然后很久没有这种心跳的感觉了 希望台下的观众 如果有喜欢我 都可以联系我 我还满以为会叉 就会牵了 这就是缘分 缘分没到 这也怪不了谁 好吧 祝他幸福 观众朋友 您正在收看的是 由索维亚 乌龟油 不干涉独家冠名播出的 原来《非诚勿扰》 在观看节目的同时 您可以打开微信 点击发现选择摇电视 实时查看台上任意男女嘉宾资料 同时可以进入报名页面 直接报名来参加 原来《非诚勿扰》 报名可以通过世纪家园网站 百合网 真爱网 或者到现场报名点 报名来到原来《非诚勿扰》的舞台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